这种植物你见过吗 很多人称它为男人的掌中宝 女人的心头药 它就是地孽 地孽也叫地茄子 地石榴 为野牡丹科树的一种朴朴小灌木 长生于海拔1300米以下的山坡矮草丛中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 广西 湖南 贵州等地 是酸性土壤中常见的一种植物 它对生长的环境要求不高 既能耐寒也能耐旱 即使是在石缝中也能很好的开花结果 地孽的果实在没成熟前是绿色的 表面上还带有一点点毛刺 看起来像一个个小坛子 随后会慢慢转变为红色 直到变成这种紫黑色的时候 才是真正可以食用的状态 虽说地孽的名气不大 但它的营养价值却很高 它含有16种氨基酸 和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钙 铭 铁 钾等多种矿物质 其中钙元素的含量 更是达到了牛奶的6倍 因此地孽也被称为 天然的钙果 当然 它除了可以作为水果食用以外 灾药用方面的价值也不小 中华本草中就有详细记载 地孽全草可入药 其味甘性凉 对人体有诸多妙用 那么你知道 地孽不能与什么一起吃吗 评论区告诉我